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工作过程当中出现了咳嗽 胸闷气短 身体极度不适等等症状 于是张海超到了郑州北京的多家医院进行诊疗 这些医院也都怀疑他患上了陈肺病 陈肺病是一种职业病 但是就在张海超工作当地 职业病的法定诊疗机构却迟迟不给他做出确诊 无奈之下 6月22日张海超开胸厌肺 以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陈肺病 就在前不久 卫生部也派出了专家督导组赶到河南 最终确诊张海超确实患上了陈肺病 而相关的责任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报道 今年28岁的张海超是河南省新密室人 5年前他在郑州镇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做过碎石破碎的工作 在工作期间张海超感觉身体很不舒服 在随后的两年内郑州北京等多家大医院均排除了他患肺结核的可能 而怀疑他得了沉肺病 沉肺是一种职业病 工人吸入大量的粉尘沉积在肺里 使肺失去了扩张的能力 降低了对氧的吸入 很多人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他在咱们公司干的工作环境 并不是很差弃 基本上是无粉尘的这个工作环境 他怎么会得这个粉尘病 镇东公司拒绝承认张海超有在公司患沉肺病的可能 也不提供相关环境监测健康档案等资料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 没有这些厂方的资料 张海超就无法到当地的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沉肺病诊治 今年5月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还是给张海超进行了诊断 诊断结果显示是 无尘肺灵家阔胡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建议进行肺结核诊治 我对他这个诊断结果特别不满意 因为我给他提供了很多这个医院的 中和经医院这个排除肺结核的医学证明 但他没有参考没有利用 万般无奈之下 张海超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 今年6月22日 他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要求医生把自己胸腔打开 从肺组织上取下活体切片进行病理分析 以证明自己的病到底是什么 这也就是后来许多媒体所说的开胸厌肺 其他媒体也相继进行了充分详尽的报道 一时间张海超和他的开胸厌肺事件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张海超开胸厌肺事件被媒体披露以来 引起了国家卫生部河南省郑州市等多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派出了卫生 安监 季节等多个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 7月26日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对张海超是否所得陈肺病再一次做出了诊断 你看这是郑州职方所就是咱们那个节目播出当天给我送来的诊断结果 这是复诊的结果是吧 对 复诊的结果是陈肺三七 对 仅仅相差了几天 在节目播出后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不仅完全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诊断 而且两个诊断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个病情 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呢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和镇东公司的作为 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存在某些问题呢 当时企业在得资张海超健康体验的时候 肥股发现营营 他没有告知张海超根源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在这个业务论力 在业务水平 在综合的技术数字上 确实诗诗存在着 比较低比较差 这种客观的诗诗 对工作人员真心不强 做出了一个不科学 不正确 不公正的这么一个诊断 卫生主管部门的调查雷厉风行 很快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出了处理 上级决定 免去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李国玉职务 撤销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梵梅芳、王小光、牛新华三人陈肺病诊断资格 建议新密市委市政府追究新密市相关部门 及新密市镇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给予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防疫站站长、卫生监督所所长耿爱平撤职处分 与此同时 张海超换陈肺也被认定是工伤了 当天上午提出申请 下午就给我发了那个受理通知书 也做出了这个工伤认定 但是我那些工友 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把他们那个也尽快帮助解决了 张海超的这件事 也带来了另一个积极意义的结果 许多有着跟张海超同样病情的工友 因为他也得到了卫生部门的体检了 截至7月30日 记者在新密市采访结束时 已经有4名工友经过体检被确诊为陈肺病了 马建山陈肺一期 王友才陈肺三期 上文革陈肺三期 高水武陈肺三期 其他工友究竟是否也患上了陈肺病 还要继续等待体检结果 张海超事件包容了我们在植物病房子方面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它虽然说是个化育性 如果说这个水不出来 也可能引不起全社会对植物病房子的这么高度的关注 从我这个时候 我感觉农民工植物病的诊断维权成本太高 作为企业来说 违法成本太低 从张海超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让一个企业自己提供证明来证明自己错了 这个很难 而只由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出具最后的诊断 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也体现出了制度上的漏洞和不完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张海超这个事件的出现 并且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论 也许能够成为一个我们督促制度不断完善的契机 而最终受益的将是张海超之外更多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20多年前 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名叫《血怡》 当中有一个叫杏子的姑娘 患上了白血病 尽管最后杏子离开了人世 但是在电视剧当中 他面对病魔的时候 那种坚强乐观的态度 直到今天仍然感动着很多人 我们要介绍您认识一位湖北武汉的女孩 名叫孙秋妹 她同样患上了白血病 而且她也是一个乐观坚强的人 眼前这个跳舞的女孩叫孙秋妹 今年19岁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花山镇 从她跳舞时的样子 谁能想到她是一个患上了白血病的女孩 孙秋妹是个先天的龙亚孩子 14岁 她上了龙亚学校 在学校里她学会了写字 学会了跳舞 参加过全国比赛 获得过奖励 然而在2009年3月 19岁的孙秋妹突然高烧不止 到当地的中南医院诊治后 医生告诉孙秋妹的家人 她得了白血病 我们诊断她就是骨髓增生 异常中和增转化而来的 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最佳的治疗应该是做 一基因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争取能够达到治愈 是不是就是通常 大家认为的骨髓移植 对 医生介绍 这种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 最好在兄弟姐妹之间进行 而且是越早 手术成功的几率就会越高 孙家人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因为秋妹有一个哥哥 应该可以给秋妹配刑 但是接下来 他们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孙秋妹的哥哥孙永雷 两年前因为犯罪 被判刑三年 正在监狱里服刑 如果等一年后 孙永雷服刑期满 再做移植手术 小秋妹的病可能等不及 监狱能否同意 让孙永雷现在出狱 进行移植手术呢 孙秋妹的父亲找到了 儿子孙永雷服刑的 黄州监狱 但监狱表示 这样让服刑人员出狱 给家属做手术的情况 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 而且司法部在2006年 有个文件规定 在国家对服刑人员 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 做出规定前 不宜在服刑人员中 开展类似工作 秋妹的父亲 只好回到了花山镇的家里 接下来怎么办 一家人陷入了痛苦和迷茫之中 2009年4月23日 黄州监狱的两位民警 也专程到孙秋妹家了解情况 并留下了200元钱 尽管当时监狱方面 并没有同意孙永雷出狱 给妹妹进行骨髓移植 但是他们表示 会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 一旦得到同意 会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连线一下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邓立强 您认为正在服刑中的哥哥 能够为妹妹 进行这种骨髓移植的手术吗 我们国家在2007年 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 没有针对一个人的身份 也就是他不管一个人 是工人职员还是服刑人员 所以如何理解司法部的文件 这是监狱管理局 所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 这个哥哥要给妹妹针线骨髓 监狱管理局 如果愿意配合的话 是完全能够进行的 好的 非常感谢邓先生 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 过去提起调解 大家立刻想到的是民事纠纷 比如说民事当中的赔偿问题 通过调解 谁赔谁赔多少等等 现在一种新的调解刑事出现了 那就是轻微的刑事犯罪 在司法部门的主持下 也可以进行调解 误以伤害案 经北京市 红州区人民法院刑理 于2009年1月9日 宣判认警 判误以伤害罪 判识刑不行 一年四个月 被告人王斌22岁 北京市门头沟永定证人 坐在旁听席上的这个年轻人 叫李鸿涛 是本案的受害人 王斌和李鸿涛曾经是好朋友 现在两人却在法庭上相见了 这中间的恩怨纠葛 源自两年前 一次小的摩擦 同住在北京市门头沟的 王斌和李鸿涛 是在篮球场上认识的 两人经常在一起打球 2007年5月的一天 两个人又在一起打球时 发生了意外 就是碰着他一下 然后呢两人就急了 本来是李鸿涛不小心碰了王斌一下 没想到这却激恼了王斌 糊了一下 这也是火火 这也是火 然后呢眼睛有点脱胃 就眼球有点脱胃 李鸿涛当时就血流满面 一起打球的小伙伴 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诊断 李鸿涛左眼晃下臂骨折 左眼球错伤 鼻骨骨折 已经构成了轻伤 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 伤害分为三个级别 轻微伤 轻伤 重伤 如果是致人轻微伤的 一般情况下 不会构成刑事犯罪 但是会受到治安处罚 如果说构成了轻伤 或者重伤的 就有可能会构成 我国刑法当中的 故意伤害罪 在我国刑法第234条当中 明确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如果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如果是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致人重伤 导致严重残疾的 将会被处以 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直至死刑 随后 王斌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 被刑事拘留 今年六月 王斌被北京市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 一审判决后 王斌上诉到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而此时 他的家人 也多次找到李鸿涛 陪李道歉 希望能得到 他们的谅解 李鸿涛最终也表示 愿意原谅王斌 多长有点不知资论 毕竟以前都是朋友 因为有点小事 然后 北京市一中院 受理此案后 了解到事情发生时 受害人李鸿涛 只有15岁 而被告人王斌 也是刚刚成年 虽然王斌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是 他的犯罪情节轻微 早在2009年3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就专门下发了 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 刑事和解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过失犯罪 在校学生犯罪等刑事案件 可以通过和解的办法 促成案件的审理 法官认为 王斌的案件 符合刑事案件和解的条件 最终 李鸿涛及他的家人 原谅了王斌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今年7月24号上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二审判决 判决后 王斌当庭给李鸿涛 赔礼道歉 两个昔日的小伙伴 握手言和 庭审结束后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相关领导就刑事和解制度 做了发言 刑事和解 以柔可刚 方证人们重新审视 放在准备上 在家庭取向上 用多元化 在责任存在上 用宽容化 不在机会的需求重心 刑事和解通俗的讲就是 刑事犯罪发生之后 行为人和受害人愿意坐下来商谈 行为人就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 并且提出相应的补偿方案 受害人在谅解并且同意的前提下 和行为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 然后由司法机关根据相应的情况 做出不予追究认 或者从轻处罚的决定 应该说这样的制度 实际上也体现了刑罚的根本目的 那就是不仅仅要惩治犯罪 同时也要化解矛盾 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 和法治进步的要求和必然方向 好了感谢您关注本周 说法投刊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